工作快啊 有的人不但抢得快 抢得有够多的 一口气可以买到40罐的鲜奶 没有人会让你一口气结账结40罐的 那怎么办呢 他们要嘛就是 来不止一个人对不对 我们在各个不同的这个 这个结账台呢 我们就分头结账 要不然呢 就是一个人来 我就排嘛 我排完了结账再一圈嘛 结完账再排一次嘛 怎么样就是一定要把鲜奶买到手 缺者先入大缺货 但卖场逛成金的婆婆妈妈 不用强迫头照样买得到鲜奶 秘诀到底在哪 跟着结账队伍就可以发现 很多人都是要结账才出现 跟店员说了悄悄话后 马上又结了一次账 还有在收银台跑来跑去的 都是两人分批结账 其实卖场商务卡一规定 最多只能买20罐鲜奶 但只要两个人分批结账 先买20罐 再重新排队买20罐 两个人只要跑四趟 就可以买到40罐鲜奶 这两张卡你要把他跑过去了 他一定要看到 这样就可以买不到的 由于全省先入大缺货 大卖场为了控管 都会在先入区掌贴 乳原缺乏 现每人只能购买一罐鲜奶的告示 加勒福根全联限购一罐 上午就没货 顶好没有限制 一上价就被抢翻天 好市多会员卡限购三罐 商务卡最多能买10罐 开店30分钟就被秒杀 其实国内1到7月的先入产量 约有164568吨 将往年上升3%到5 但市场需求量增加才会打缺货 最近林真言黄佩如高雄报道